张雪梅 女51岁 重庆人 天津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大专 财务专业 大家晚上好 我是来自广州的四川新疆人 张雪梅 天津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成人教育 财快专业 大专毕业 做了近20年的数字搬运工 做了6年的食材搬运工 如今的我想做一个美景搬运工 我想把大美的新疆搬进大家的心里 万百的年龄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梦想求得一份旅行顾问 或者导游的工作 也或者各位企业家更为推荐的工作 梦想不分年龄的 不是吗 我希望我有幸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 谢谢大家 你现在来面试导游的吗 是 那还有什么后面那句什么 各位企业家认为的其他工作是什么 就是还给自己留一口是吗 就其他的工作也考虑是吧 可以考虑 张雪梅不是财务专业吗 为什么干上导游了呢 有的时候觉得数字看着挺烦 但你看上去就像一个财务啊 对吧 但是我曾经是运动员 你啥意思 刚才说导游跟财务怎么又变运动员了 对啊 我是很跨界的 你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心是吗 你结婚了吗 单身 一直没结 不是 离异过 是 可以问一下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性格不合 我的理解就是 我用真心向明月 迈何明月 照勾曲 照勾曲 所以放手就等于放过自己 是不是你这个人不太喜欢那个一天到晚那个吃喝拉撒这种生活 你不太喜欢按部就班 不是不喜欢 我还有厨师证 你还有厨师证 你到底想干嘛 多财多益 他以前做的这个会计的这个主管 这官还挺大的 他是南方报业集团做财务主管 但是是下面的下属企业 不是不是不是总部啊 你管几个人吗 我就管俩人 管一个出纳 管我自己和出纳 因为是 吓我一跳南方报业集团的财务主管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写得很清澈 南方秩序 是吧 那为什么辞职呀 看得到尽头 但是看不到希望 你看得到的尽头是什么 在我是13年走的 14年他已经在报业集团的网上挂出来拍卖了 然后你就去干嘛去了 我把我在广州的房子卖了 然后去把工作辞了 去流浪了 从广州 然后去武汉 重庆成都 什么交通工具 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背包客了 对徒步也有 那应该叫旅行 为什么叫流浪呢 因为我没有想好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那太自由了 就是你把房子卖了 就像是说我没有归宿 你的归宿在哪 这个太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那个房子呢 是卖的原因是 跟我妈妈聊天的时候 她说 她这辈子可能住不上大房子了 所以我才把广州的房子卖了 给他们换了一个大房子 你怎么哭了 没哭 你眼圈红了 你有点激动是吧 那个一直是心动过缓 然后今天这个场合 有点那个太激动 太激动 激动得已经过去了 对 我突然理解 她流浪两个字了 她是旅游和浪